台东县卫生局积极推动无烟的校园、家庭及餐厅 期盼透过外部环境的力量 即推动世界无烟日系列活动 凝聚全民的无烟环境共事 5月19日上午特别在台东体育场外左侧草地 举办青春美少女不吸烟、体育趣味竞赛及戒烟闯关宣导活动 要不抽烟不喝酒保持健康的生活 那我们期待台东的乡亲 特别是我们的年轻朋友都可以这样做 然后不要让烟、不要让酒伤害我们的身体 那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未来、更多的希望 另外当天在场也举办正妹聚烟联署 劝导签名活动 共计有12位来自全县各国中美少女报名参加 结果就读新生国中的卢佳琪 在看板上共获得305位民众的签名联署 夺得人气奖第一名 新生国中邱玉文 大五国中许香儒 分别获得2、3名 由黄县长颁发奖状鼓励 希望透过青春美少女不吸烟的体育竞赛 唤起青少年不吸烟、多运动 促使学生、家长及社区人士了解戒烟的正确认知 降低吸烟比例以重视个人的身心健康 台东县政府专题报导